所以如是心就现如是境界 极乐世界是怎样现出来的 正念相计 一句阿弥陀佛 一念接一念都是阿弥陀佛 正念相计 相组不断 心正则觉土正 极乐世界就现成了 这是修正土的原理 这个就要专 你如果不专 你正念相计你做不到 所以终日悠悠 正空莫黑 正宫莫黑 这个黑就是成就 你成就不到 下面又讲到 切有考切方便 欲生命此三味者 动以参救谁之为向上 这个是假承 对一些禅中修禅的人说 这个祖师 大德 到这一类根性的人 用这种考切方便 善考方便 他们不能够专收念佛法门 那是怎样呢 要他去参救 这个参救是禅中用的功德 这个功夫 参救 他不是研究 研究是用起心动念 有分别执着的 好像世间人搞学术 我们以前在大学的教书 写论文 都是用动脑筋 去思维 用逻辑 这个是研究 研究 没有办法才开悟 这里讲的是要用参救 参救是什么呢 不用思维 不用你的意识 不分别不执着 有这个疑情 你就在这 把这个疑情放在那里 这个是参救 不要起心动念 这个叫疑情 这个是什么呢 谁 比如说谁在那里念佛 念佛者是谁 他就参救这个 他想得到念佛三味 这种方法 他不是老老实实 念阿弥陀佛 他是参救 念阿弥陀佛是谁 谁在念佛 所谓求这个向上机关 这个禅中用的功夫 但是呢 这个和念阿弥陀佛有不同 这种功夫 比起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 来说呢 有什么不同呢 直接了当地说出来 你真正老十念阿弥陀佛 你不需要参究了 为什么呢 现前一念能念之心 谁再念佛 能念之心再念佛 这个能念的心 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心 是什么呢 本智离过绝非 本来没有任何的过失 没有过错 什么是过错 禅宗说得好 起心是错 动念即乖 就是说你起心动念就错了 参究不可以起心动念 但是我现在念阿弥陀佛 也是没有起心动念 我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念下去 你看里面没有夹杂着任何的其他念头 这个能念阿弥陀佛的心 即是我们的智慧 即是我们的智慧 智慧本来无一物 何来这些起心动念 这些妄想忽别执着呢 真正老实念佛的 跟智慧相应 何须还要作一个意念 说要离过绝非呢 不需要作意 作意已经起心动念 又落到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里面 所以念佛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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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老老实实 不要夹杂任何念头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不知不觉 你就能够跟智慧相应 所以 古人说得好 念阿弥陀佛 是 考入无生 暗合导妙 考 他这个 善考 考入无心 这个 无生 就是无生法忍 这是开悟见性的境界 就正得无生法忍 入这个无生法忍 入得好考 怎样考法 你不知不觉就进去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念到 网上法别执着 通通没有了 连能念之心 所念之佛 通通都没有了 就是一个阿弥陀佛念 原来已经入了无生法忍 原来已经见性了 见性性佛 这个暗合导妙 暗就是 你自己也不知不觉 暗是暗中 所以这个方法 太属性了 下面讲到 现前一句所念之佛 这句阿弥陀佛的佛号 是阿弥陀佛用无量劫的功德 所成就的 所以叫万得鸿鸣 念这句阿弥陀佛 什么妄想 都能够 替代 心可以很快得到清静 这句万得鸿鸣里面 本来就是超情来计 情是情执 执着 计是什么 是分别 所以一句阿弥陀佛里面 你看看没有分别没有执着 前面是没有起身没有动念 所以妄想分别执着 通通都可以用一句阿弥陀佛 把他放下 你就成佛了 所以下面讲到 指柜信得及守得稳 即下念去 或昼夜十万 或五万三万 以决定不决为准 所以念佛最重要的是什么 信得及 你要坚信 有坚定的信心 对于淨土法门 你道理明白了 你信心坚定 你真正下功夫 就要守得稳 一句阿弥陀佛 念念也要守得住 不要被妄想夹杂 如果是起心动念 或者是遇到境界 起烦恼 比如说有些人念阿弥陀佛 念念念念 突然想到 我明天还要见什么人 我今天遇到什么人 说了什么话 甚至还有些事事非非的事 出来 孙子又不孝顺 明天要去见老板 这个报告就没有完成 等等 总之通通 无论什么事 都是夹杂 一夹杂 你就手不稳 被网上攻进来 这个念佛功夫就破坏了 一心不乱 就要起码做到 网念夹杂不进来 从朝到朝 阿弥陀佛可以不停 这样能够成天 是一心不乱里面 最低的一个功夫 就是所谓的功夫成天 你真正这样念下去 即下念去 即下是没有任何怀疑 没有任何夹杂 没有间断 一直念下去 成佛了 很容易 你一直念到一心不乱 这个一心不乱 有是一心 有你一心 是一心不乱的 你就等于 断了见思法路 你的功夫等于是阿罗汉 你已经出三界了 你不是六道中生 你没有执着 如果能够念到你一心不乱 你已经破了无名 妄想分别执着 通通已经放下了 你就已经成佛了 跟禅宗讲的 开悟见性 见性成佛 一个境界 所以我们一生 你说做什么 最值得我们去做 只有这件事 才是最值得我们去做功夫 其他的事情 真是得过且过 不要太执着 太执着 太入心 就破坏你的念佛功夫 这个损失太大了 我们这一生 如果为了这些垃圾东西 都是梦幻炮影里面的 假象 被他拖累了 搞到我们往生不了 这个损失太大了 所以求我们临终 正念分明 往生极乐 所以欧益大师下面说到 或者昼夜十万 五万三万 这是要我们定一个定课 念佛号 如果你有这个时间 一天念十万 这个难得 念一万佛号 大概最快都要一个小时以上 一般速度要两个小时 所以十万 你可能要十到二十个小时 都在念阿弥陀佛 基本上就是 一天到刻 没有什么事就是念阿弥陀佛 你这个成就太快速了 就好像佛在经上说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至若七日 快的 若一日你能够成就 慢的 你七日 也能够成就 那你十万 要很有福报的人 才可以念得到 他有时间 现在我们 现代社会的人 没有福报 为什么呢 很忙 祖师大德 跟我们 开启恩 十万不行 念五万 五万能够得 都不错了 五万念 都要念十个小时 三万 五万都不错了 念三万 欧益大使开的是最低三万 三万要念六个小时 那怎么念呢 你走路也好 等车也好 做家务 什么情况下 什么场合 你都可以计算 譬如说 现在有一种念佛器 计算器 很方便 拿在手上 你可以念十句 按一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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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句 按一下 按一千下 就是一万句 这样来 一天 你只要定了功课 就一生不改变 以决定不决为准 不可以缺少 自己和自己定一个课程 其他的功课 我们都可以放下 就用练佛 三万 六个小时 你可以分开练 不是六个小时 从头到尾 不缘断 这个也要很大福报才行 如果忙的 行路的时间 做事 只要你能够计算 能够练佛 不用动脑筋 你就可以练 要动脑筋 你就可以先动脑筋 把事情处理完了 再提起佛号 再按你的计数器 这个好啊 你又可以用念珠来计数 也可以 三万 如果还是觉得困难 确实来说 现在社会 特别是年轻人 念三万 都不容易得到 偶益大师最低 开三万出来 我听见黄念祖老居士 他是夏廉居老居士的学生 他讲《无量寿经》里面 他讲到 至少一日要一万 他开的最低 我听到是一万 一万都不行 这个 就要考虑一下 我们的诚意是否不足 所以真干 你要定一个属目 一日 绝对不可以缺少 这样逼着你 所以 整天都要想着完成功课 你看 你念不念都想着 求生正土 念不念想着 念阿弥陀佛 这个学画 所以下面说 不此一生 世无变改 我这一生 绝对 不可以变改 这个功课 无论如何 一日 一定要完成 无论几忙 都要完成功课 这个是你的诚意 若不得往生者 三世诸佛 变为狂语 如果你能够这样念 定了功课之后 每日都念 真心求生正土 你如果不往生 三世诸佛都说大话 三世诸佛怎么可能说大话 妄语 狂语 就是打妄语 打妄语是佛门大戒 佛怎么可能说打妄语 所以这是欧益大师 和我们做保证 你只要肯念 一心一意 就求这件事情 就求生正土 你不往生 没有可能 你不想往生都难 你一定可以往生 就是看我们肯不肯去做 真正法大悦 求生正土 这是欧益大师 这是欧益大师 和我们保证 你一定可以成功 下面说 一得往生 永无退转 种种法门 行得现前 你只要一往生 极乐世界 你就 不退成佛 你往生 不是死了之后才去 是活生生 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 你跟阿弥陀佛走 这边身体不要了 人家看你断了气 其实你不是死 你是真正走了之后 身体不要了 所以 正土法门 不会死的 这个法门 是不死的法门 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 你看 你无量寿 寿命无量的 你更加不会死 一直到你成佛为止 成佛呢 是正得不生不灭 更加就没有死 这件事了 所以不退转 你不会退步 你只会进步 你想学什么法门 种种法门 你都可以学到 谁来教你 阿弥陀佛来教你 这个是宇宙当中最好的老师 他亲自来指导你 你想修禅也好 你想持假也好 你想去燃教也好 无论学什么法门 修物钟也好 通通都是阿弥陀佛来教你 所以你成就快速下 所以我们要学法门 不要现在急着学 现在老老实实念一句阿弥陀佛 求生正土 去到正土之后 你想学什么法门都可以 而且你的成就 绝对比现在在这个世间 学快速太多了 为什么阿弥陀佛亲自来教你 而且那个修学环境是最好的 没有任何污染的 进步很快速 所以下面讲 设计今日张三明日理四 于教下人 又思尋章节句 于宗门人 又思参究问答 于辞律人 又思答依用拔 此则头头不了 象象不清 我曾经遇到一位老菩萨 年纪六十多岁 一位女众 她跟我那次讲 她说 哎呀我见到那些人 学佛的同修很精准 这个读经 她又能够记得起来 我们年纪大了 没有记性 这个学物中的人 念咒念得很好听 我都不会学 什么都不会 学得很自卑 只懂得念一句阿弥陀佛 我就跟她说 我说 老菩萨你不要自卑 你念一句阿弥陀佛 去到极乐世界之后 你想学什么法门 阿弥陀佛亲自教你 你比他们更加厉害 现在那些法门我们不要学 我们先跟着阿弥陀佛 去到极乐世界我们再学 那时候学都不迟 她一听她很高兴 才明白 原来这个学法门 不是要我们 在这个世间学 这个世间我们烦恼未断 想学法门很难 自卫不开 学法门学得很辛苦 还学不成就 不如我们 快去极乐世界 去到极乐世界之后学 就快了 那时有智慧 还有明师 所以欧益大师在这里圈动我们 一定要设计 今天张三明日你死 今天跟这个行 那天换一天又跟另一个人学 二到教下的人 这是研究 教典的 像华盐中 天台中 三论中 这些都是研究的 尋章摘据 就是说 跟着他学教 学这些名词属语 遇到宗门人 这个参禅的人 又羡慕别人 参禅 好入误处 又跟着他去参究文达 是误那些所谓的 这个禅宗公案 遇到持律人 这个是律宗的修行人 见到他们很有威疑 搭衣 用勃 行住在我 都很有威疑 你又很羡慕他 又跟着他学这些威疑 花了很多的时间 结果样样都学不精 搞到什么呢 头头不了 像像不清 真是叫做 样样通 样样松 哪样都没有学到精通 所以 这个是浪费很多时间 偶益大师在这里圈动我们 岂知念得阿弥陀佛属 三藏十二部极则教理都在里许 千七百公案向上机关也在里许 三千威疑百万世行三句正界也在里许 这就是说给我们听 我们要知道 念一句阿弥陀佛 你念到熟了 怎样是熟 至少你要念到功夫成篇 从早到晚一句阿弥陀佛 你不会间断 那你就入了门 三藏十二部极则教理 这个是教下 教下里面的那些道理 佛在经上讲的 你都能够明白 为什么这样讲呢 刚才我们讲的 我们释迦牟尼佛 教导我们四十九年 无非是为了 要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你一句阿弥陀佛念到一生不乱 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了 那你的释迦牟尼佛讲的道理 你都能够明白 千七百公案 这个是禅宗公案 所谓向上机关 这个是开悟的境界 开悟 用一句阿弥陀佛 可不可以达到呢 可以 念阿弥陀佛念到一生不乱的时候 那些妄想分别执着 通通都打断了 你就可以真正开悟了 开悟就是见性 见性就是成佛 所以念法 念到你一生不乱的时候 就跟禅宗讲的 见性成佛是同一个境界 你看 就用一句阿弥陀佛搞定 下面说三千威宜 百万四行 三具正戒 这个是修律的人 要修的 三千威宜 百万四行 这个很小 一行一动 都要符合 界律威宜 三序正戒 这个三 是三种界律 这个界律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叫做律义界 你一定要专守 叫做律义界 比如我们讲的五界 这个八关齋界 如果你修八关齋界 一定要专守 如果出家人 一定要修 这个专守 十界 三尾十界 二十四门 威宜 还有比丘界 这个女众是比丘尼界 这些都是律义界 第二种是善法界 善法是 除了六二界之外 一切断恶修善的行为 我们都要去做 善法界 比如说 放生 吃素 吃素 虽然在戒律里没有规定 但是 这个善法 我们一定要去做 第三种是 妖益有情界 就是帮助一切众生 得到圆满的利益 甚至能够帮助他们 圆满成佛 这个妖益有情 这个叫三罪静界 你念一句阿弥陀佛 这些戒律 这些威宜 通通都能够包含在里面 你都自然能够做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在佛门当中说 它叫做定共戒 道共戒 修戒 持戒 为了什么呢 得定 得定 就是开智慧的关键 所以戒定位 这是三行 如果你能够得定 所有戒律 你都自然就成就 这叫做定共戒 所以念佛 念到一生不乱 就是得定 事一生不乱 就是定共 成就 你的戒自然就做到 如果开了智慧 就像刚才说的 你能够念到你一生不乱 见性成佛的境界 这个开大智慧 这个道共戒 你这三罪正架 你都能够圆满 所以戒律 它是自性行为的自然流露 不是佛规定我们要做 是跟我们自性相应 佛 没有戒律规范 但是它自自然然 日常生活 待人处事 折物 一切言行 通通就是戒律 你把他的言行基督律下来 就是戒律 为什么呢? 他自性自然流露 等你成就了 你见性成佛 你的行为和佛的行为自然一样 所以所有戒律 通通你都圆满 我们要知道戒律的精神 是为了我们得定开胃 当然 念佛的人 一定还要自戒 因为在未成就定功 未成就开智慧之前 这个戒律是很重要的 这个戒律 是一切大乘修学的基础 共同科目 那我们正康老法师要求我们 持什么戒律呢? 最基本的 在戒律里面说五戒 五戒是一个最基础 你只要能够把五戒持好 你想求生正土 你就做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经常说的 善男子善女人 你善人求生正土 就可以放生 如果五戒做不到 就很难 那五戒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前面有基础 什么是基础? 十善业度 十善是基础 身不造杀到淫欲 一般在家不邪淫 口不造妄语两舌 以语恶口 这些口上的错误通通都要改过来 以不造 贪亲痴 这些贪亲痴的年头不起来 这个十善 这个界的基础 你要做到十善 前面还有基础 什么基础呢? 帝子规和太上感应片 帝子规是叫我们怎么做人 倫理道德的教育 太上感应片是因果教育 教育我们 起心动念都有因果 都要注意 都要防范 不可以犯过失 你看帝子规太上感应片 虽然是瑜伽道家的教材 但是它是佛门里面的 基本的科目 所以我们要重视三个根的修行 这三个根是余式道三家的根 余的根是大致规 道的根是太上感应片 佛家的根是十善意道经 我们做到这三样 你求生淨土 绝对没有问题 你真正能够念佛 念到一生不乱 当然你统统都做到了 所以下面有益大师说 真能念佛 放下身心世界 即大布施 真能念佛 不服起贪亲痴 即大慈戒 真能念佛 不计是非仁我 即大忍辱 真能念佛 不稍间断夹杂 即大精进 真能念佛 不服妄想持足 即大禅定 真能念佛 真能念佛 怎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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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于世上世界 通常是你 真能语 心是我们的育体 心是我们的 这些妄想分别执着的心 贪恋世界的心 要放下 世界身外物 财产也好 功名也好 财色名食碎 侮辱 儿女 亲情 统统你都可以放下 真正放下的人 就叫做真念佛人 所以什么叫真 这个真字不是个个都做得到 所以古人说 念佛人多往生的人少 过去我们的师父老师李炳南老师说 你看念佛里面的 一万个人里面 真正念佛可以往生 可能只有两三个 为什么呢 因为真念佛人少 什么是真念佛 放下心心世界 你叫真念佛人 所以 有些同修担心 哎呀我现在身体好有病 自己一检查身体不是这件事 病就是那样病 对于这个身体 很忧虑 身放不下 应该怎样呢 一有病痛 祖师叫我们 一心待死 求生极乐世界 念阿弥陀佛 随时等着往生 这样 你真正要放下你的身心世界 这个就是大布施 下面讲慈戒 你真正能够念佛 不服起贪亲痴 你意念上 你不起贪亲痴 这个叫大慈戒 所有的恶 都是由贪亲痴生命来源 它是恶的根 慈戒 就是断恶修善 你把贪亲痴断了 你断恶修善 自然就做到了 你就真正慈戒 所以念阿弥陀佛 把你的贪亲痴 都控制住了 不再起来 你自然辞佳成就 下面讲 真能念佛 不计是非人我 即大忍欲 你们有些同修 脾气就特别大 一有什么事情就会发脾气 同人起对立 甚至 还会怨恨 怨天由人 这是什么呢 人我是非 在内心里面 残忽住 解脱不出来 这个要收忍欲 忍住什么呢 忍住不起怨恨心 忍住不起对立的心 看一切人 都是菩萨 那怎么收 你好好念阿弥陀佛 一有这些人我是非的念头起来 一有同人对立 同人矛盾冲突的时候 立刻用一句阿弥陀佛把他压住 你就是收忍欲 你就是收忍欲 所以念佛看我们有没有功夫 从这个境界上看 这些境界现前 我们可不可以控制得住我们的烦恼 下面说 真能念佛 不稍坚断夹杂 你念佛 一句一句接着 正念相计 没有夹杂 没有坚断 当然首先你不能够怀疑 有怀疑 你就不可能 念佛念到不坚断 所以不怀疑 不坚断 不夹杂 你的功夫很快就成就了 这个是大精进 精是尊 尊精 尊是进步 怎样为止 能够进步呢 专精才可以进步 如果搞得好讲 做念佛 里面又夹杂 收其他法门 甚至 这个心里面 想很多事情 间断 夹杂 就没有坚断 收了 十几年 几十年 功夫都成就不了 下面讲话 真能念佛 不复妄想持续 即是不打妄想 一切妄念 可以用阿弥陀佛佛学 把他压住 这个是大禅定 你收禅定 你就成就了 禅就是 外不着想 定就是 内不动心 下边讲话 真能念佛 不为他其所惑 你不受其他 一切 一切 事 物 人 的影响 不受法门的影响 我就专心收这个念佛法门 所谓一门深入 长时分修 我不再搞其他 知道念佛法门是一切法门中最殊性的 心定在这个法门里面 你得定 得定 你就开智慧 大智慧 欧益大师下面讲 是自检点 若身心世界 又未放下 贪嗔痴念 又自现前 是非人我 又自挂坏 坚断夹杂 又未随尽 妄想持续 又未 永灭 种种他其 又能或智 便不为真念佛人也 这个叫我们好好检点自己 这个 这个简字就是检 相通价 自己要尝尝检点 检点什么呢 就从这六个方面来检点 第一 身心世界还有没有 挂蕾 能不能够放得下 这个贪嗔痴的念头 还会不会起来 这个是非人我 还会不会放在心里面 间断夹杂 还会不会 有这个间断夹杂 念阿弥陀佛 自己念 一个钟头里面 有几多间断有几多夹杂 妄想持续 还会不会有 能不能永灭 灭夹杂 即是把网念控制住 我们反省 如果念佛当中 常常起念头的 我们要看看这些念头是什么 往往都是平时最放不下的 这些念头 就会起来 所以这个世间 你最放不下的是什么呢 如果放不下的是钱 在你念佛当中 钱的念头会 常常会没出来 如果是放不下是 这些 淫欲的念头 可能会起来 如果是放不下名 这个名利 那个念头往往起来 放不下是 放不下是 他这些念头 都在你念佛当中会飙出来 放不下的 遗孙 遗孙的念头就会飙出来 反正你只要有放不下的 你在念佛当中 都会受他的障碍 所以平时你要看得破放得下 知道这个世间就是假象 梦幻炮影 没有一样是真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3D的电影 常常你可以这样去观察 甚至你自己可以去 买一个3D电影片 戴个眼镜来看一看 然后你自己可以 尝试一下 你明白了 这个世间就是这样 我们通通都在这个3D电影院里面 看见这些种种的人事物 都是这些假象 你在里面 受他的迷惑 起这些烦恼 例如看破放下 种种他奇 就是其他法门 很殊性的法门 有人告诉你 收禅 可以见圣性性佛 有些人说 你收密宗才可以得到大圆满 你听到心就会移动 画志 你的志向就受到动摇 听见 微立尊佛的 微立尊佛的那个微立内远 去那里往生好 你就想求生微立内远 又听见 不要 你要学习地藏王菩萨生生世世 你在六道里面道众生 你就发愿在六道里面道众生 不可以求生极乐世界 这个是什么呢 受到其他法门引诱 要知道 那些法门好 你是不是这个根性 你不是这个根性 你就成功不了 往生离立内远 不是那么简单 你要在这个世间 生生世世度众生 那更艰难 可能 未到众生 被众生度了 所以这些 念头 夹杂在里面 通通是 不为真念佛 所以我们要知道 怎样为之真念佛 你只要真念佛 一定可以往生 所以下面有讲到 要道一心不乱境界 亦无他述 最初下手 税容数珠 记得分明 黑定课程 决定不决 久久纯熟 不念自念 然后记数亦得 不记亦得 这个讲话 我们求念佛 成就 求什么呢 一心不乱境界 阿弥陀经讲得很清楚 你只要念到一心不乱 一定可以往生 而且是自在往生 我们求这个 我们求这个 其他什么都不求 要得到一心不乱的境界 没有其他方法 最初下手 最初下手 落手处是什么呢 用数珠 寄宿念佛 古人 古人呢 就用佛珠 108 如果用万一吋 金卫章 一吋 念一吋 如果数一粒 念一句 就是1808句 如果是数十句 再 念十句 再数一粒 就1080句 佛 这样数 现在方便有念佛器 这个计数器更简单 你就这样按就可以了 关键是记得分明 刻定课程 记得要清楚 不要记乱 我们初学的人往往会出现什么呢 念佛念念下 都不知道念了多少 数目之前统统都不记得了 这个是什么呢 心不清静 可能胡思乱想 所以数目全部搞乱了 那怎么办呢 重新来过 重新计数 这样去念 刻定课程 一天定了课程 你一天一定要完成才可以睡觉 决定无缺 缺是缺少 不可以缺少 一开始 你不需要列定太多 太多你做不到 你会觉得心很难受 从小做起 比如说 你先定五百 慢慢来 五百念到很舒服 很自然 就加一千 一天念一千 然后两千 五千 一万 慢慢增加 关键是 只可以多 不可以少 念到久了 时间久久纯熟 这句阿弥陀佛念到熟了 这个寄数是初学的时候 帮我们念熟 因为你不寄数 就很难念熟 等到念熟了 就不念自念 我们有些同修都会有这个感觉 念阿弥陀佛好像自自然然 阿弥陀佛就从我们的心里涌出来 不需要刻意 那念佛佛号就不断 甚至睡觉都在那里念 功夫就成片 这个时候 你计数有得 不计数有得 所以下面 最后一句话说 若初心便要说好汗话 要不着想 学圆容自在 总是信不心 行不力 要你讲得十二分教 下得千七百转语 戒时生死岸边时 临命中时 缺庸不着 珍重 欧益大师这里可以说 苦口婆心 要我们说 乐实念佛 对初心的人 对初心的人 初发心的人 千万不要 好高无缘 说好听话 什么好听话 你不要着想 念佛需要什么技术 我可以无念而念 念而无念 这是他说的好听 其实他做不做得到呢 做不到 他说圆容自在 练佛 怎样练都可以 需要计数呢 这是总是信不心 行不力 不可能 不可以老老实实 就是信心不能堅定 行自然不能努力 所以 纵使你讲得十二分教 十二分教是佛经的十二种题材 包括佛所讲的三藏十二分 十二部 所有的教典都可以讲 甚至你下得千七百转余 一千七百个禅宗公案 你统统都熟了 你都能够讲到头头是到 戒时生死岸哪时 为什么呢 你烦恼未断 见诗烦恼未断 你就出不了三戒 你还在搞六道论维 即使你明白一些道理 在禅宗公案里面有一小小的误处 那些没用 临命中时 业力现前的时候 你跟着业力走 用不上你的功夫 在临终的时候 唯有靠一句阿弥陀佛 才能用得上 这个是蒙阿弥陀佛 本愿威神加持我们 我们能够 这个义力 佛力和我们智力 可以抵得上我们的业力 靠我们的智力 说实话 抵抗不了业力 所以欧益大师要我们珍重 这个话说得很意味深长 语重深长 教导我们 前期不要搞假的 搞花的 一定要搞真的 老老实实念这句阿弥陀佛 真实深信切愿求生静土 我们这一生才能够得救 出禄到轮回 往生不退成佛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欧益大师这一篇开示 简单介绍给大家 祝福大家 真正一心念佛 深信切愿求生静土 圆满成功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